大家好 欢迎收看周三的赢家攻略 我是卫国庆 今天台股的走势 可能会出很多人意料之外 对不对 今天的盘 其实前半场 其实台股的表现并不特别的好 但是毕竟因为昨天晚上的美股 终于已经开始大涨 尤其这个费半NASDA 所以大盘到了后面 用拉尾盘的方式 把这个加权指数 终于拉过了时日均线 那这个等于是说 差不多从这个 可以说几乎从4月份以来 这个加权指数 是第一次 第一次以收盘来算 有占上这个时日线 能够这个样子的话 那是不是代表说 那未来一段时间 台股是有真的有机会 去往上走一波呢 那今天微游卿会跟各位 做很详细的分析 那除了这个地方 今天这个加权指数 终于占上时日线之外呢 那今天盘面上 有一个重点的变化了 什么变化 因为之前这段时间 盘面上的这个 比较强的股票 要么就是轮动的 要么就是一些 比较像传产 或是什么像什么疫情股 什么这些 什么这个航运股 什么东西的 但是今天盘面上 真正比较强的股票 已经有一点在轮回到 电子股的迹象了 那在这个地方 会不会随着 加权指数 重新站上时日线 后面的这个电子股 能够有一波的表现 那今天节目 你更要仔细的看 好 我们从大盘讲起 这个刚讲过了 其实你看 从整个四月份以来 从四月初 这个台股 就是基本上 就是处于这种下跌的 这种形态 那你看从四月初 一路的跌跌跌跌跌跌 跌到今天 今天的收盘 加权指数 是第一次 站回到这个时日线 这个蓝色这条线之上 你看知道 从四月初 甚至就算说 这个在上个礼拜 这个台股曾经 大反弹300多点 可是呢 谈到时日线 就开始继续往下杀 而且这个不单往下杀 到了这个礼拜一 还创了这一波的新低 但是重点是 但是到了今天收盘的位置 却能够第一次 站上了时日线 这个如果说 你对技术分析 比较熟的话 那基本上 我这样讲 你就会有感觉了 因为通常 在一个上涨波也好 在一个下跌波也好 通常一个波段 如果说 它经过一段的下跌之后 能够重新站回到时日线上 那这个东西呢 通常也是预告 预告你说这个地方 多头应该有机会来了 好吧 所以这来讲的话 你得特别注意一下 不过当然 因为今天是 算是这个 4月份以来 第一次站上时日线 那这个 所以明天以后的关盘 重点就在 那如果短线 又出现震荡的话 那这个时日线 跟五日线这个地方呢 能不能够守得住 那因为昨天晚上 美股是大涨 所以当然带动 今天的台股 就往上走 但是 大家心知肚明 这个美股昨天的 这个大反弹 不代表说 它每一天都会反弹 所以呢 这个美股 未来一两天的走势 也相当的关键 不过我再强调一次 就算明天以后呢 如果说这个大盘 又遇到震荡的话 那基本上只要 未来收盘的位置 不再跌破五日线 甚至呢 就算未来一两天 这个价全指数呢 在五日线 十日线 附近来回震荡 那基本上 如果说这个五日线 跟十日线 能够开始啊 从前面 这个往下的角度呢 能够走平 甚至真的能够在未来一段时间啊 那个五日均线 能够重新这个 穿越十日均线 而造成五日线 十日线呢 重新多头排列的话 哇 那到那个地方去 那代表说啊 那真的是四月份以后 甚至见到五月份呢 那台股反而有一波 这个往上走的这个机会啊 所以未来几天的这个 大盘呢 变得很关键 注意一下 这个第一个 我再强调一次 这个大盘指数 能不能够在这个地方 开始来回震荡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 那五日线 十日线 能不能够从这个 目前下弯的这个角度 走平 甚至呢 重新出现一个多头排列 就是未来几天呢 这关盘重点 好吧 这是第一个 另外第二个 各位当今天呢 这个指数 重新增长到这个 十日线上的时候呢 各位 其实今天盘面上 这个今天加薰指数 能够 尤其在尾盘 能够出现急拉呢 其实今天跟这个电子的这些 重量级的股票 其实是有关系啦 各位这个台积电 其实盘中的走势不强 对不对 都在平盘上下 不断的来回来 这样做震荡 可是呢 到了这个接近收盘之前 哇开始这个 明显的有大灯 给它拉上去 收盘就收红了嘛 另外联发科呢 今天其实从开盘以后 其实联发科 今天一整天的时间 表现的都算相对强势 各位记不记得 本来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就跟各位探过了 我说未来一段时间 到底台股 能不能够在这个 这个17000点 这附近 或是17000点 这个以下呢 能够站得住脚的话呢 那你一定 你要看看这个台积电 跟联电 这些电子的一线国 能不能够在这个地方 能够站得住脚 甚至呢 能不能够领先 往上这个做上涨 如果这些电子 一哥 有这种条件的话呢 那当然大盘本身 就有机会 在这个17000这附近 能够打一个底 就有机会上去了 好吧 所以你看 果然也没错 你看我们就以 今天的联发科来讲 联发科在上个礼拜 三那天也是 那天大涨过一天嘛 但是后来呢 随着大盘呢 又往下做拉回 但是还好就说 从礼拜一之后 到昨天到今天呢 三天的时间呢 那联发科的股价 没有再破新低了 而且就是 而且基本上 以今天来说的话 它在电子的一线股里面呢 算是一马当鲜就出来了 所以而且今天 这个收盘的位置 能够收在这个 那个850 850 56块 已经接近860 所以只要这个地方呢 明天以后啊 只要联发科的股价 能够继续往上走的话 那当然这个电子 在这个地方呢 就比较能够稳住均心呢 为什么从上个礼拜以来 我特别跟你提到 这个联发科 就是因为 记不记得 当时在这个 上个礼拜不是有公布 这个联发科 它的三月营收吗 结果大大出乎市场意料之外 哇 这营收 这个强势创历史新高 而且呢 比这个 因为它 它前一次的 这个营收的历史新高 是在去年9月份 那今年三月份的 这个营收啊 这个比去年9月份呢 还足足多出 100多亿 所以它这个 它等于说 它这个三月份的 这个营收创新高 它的力道是非常强的 所以呢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在上个礼拜 我就一再提 所以这个 以电子的大型股 全资股来讲的话呢 联发科 反而变得是 一直很重要的股票 好吧 那今天来讲 算是终于能够一马当鲜呢 表现得比较好一点 那所以从明天开始的话 那你就看联发科 能不能够持续啊 去这个往上开始做发动 尤其这个能够 因为它上一次的高点 在差不多这个880嘛 这个红棒的高点 大概在880块那个附近 那这个来讲的话呢 就是未来联发科 能不能够重新来到880 以及甚至能不能够 站稳880去往上走一段 那这就是未来关系到大盘 能不能够继续找一个 很关键的 好吧 今天我想我给你讲的 非常的详细 不管是大盘也好 或是这种这个 所谓的领头羊的股票 那各位 那今天其实啊 这个除了今天盘面上啊 这个电子一哥的股票呢 这个有算是终于开始 是表现得比之前强之外 另外各位你注意哦 这个本来 因为本来到昨天为止 说真的啦 这个电子股来讲多半 普遍来讲 是算是走的比较弱势 因为都是前一阵子 都是走什么 什么疫情概念股啊 什么这个再生能源啊 什么这个 另外就是什么航运股啊 散装可以轮来轮去嘛 那电子始终没有 整体表现得比较强 但是今天哦 但是今天哦 这个不管是这个 大型的电子股 还是那些中小型的电子股哦 各位今天整体来说 都算表现得比较好 那尤其呢 这个若说我们以这个电子的 中小型股票来讲的话呢 那其实各位今天这个盘面上啊 其实啊又是两类股票 在电子股里面 算是啊脚步啊 走得最好的 哪两类 一样啊就是跟车用电子 跟电动车有关的这两类啊 今天在电子股里面 看起来是有率先转强的 这样子的迹象 其实你说真的啦 如果电子股在这个地方啊 真的能够重新走一波的话 各位其实这个逻辑很简单的 因为目前在整个的电子产业里面 对不对 你说像这个什么 什么什么PC啊 什么NB啊 什么手机 这说穿了啦 这些产品或是这些产业呢 其实在电子股里面 都已经算是 电子股里面的传产股了 对不对 因为这些东西都已经 这个景气都已经走了 五年十年甚至一二十年以上 那目前对整个的 电子产业里面来讲的话呢 真正你说未来 最有发展性的 其实大家亲自多明嘛 那当然就是推 电动车 或是车用电子这一块 这个就是大家市场上公认的 未来五年十年 这个最有发展性的产业嘛 那所以 所以也就是说 那所以站在逻辑的角度来讲的话 那如果在这个地方 真的电子股要重新开始 发动一波的话 那当然电子股里面 这些车用电子的也好 电动车相关的也好 当然他们的股价 应该率先开始动 这才叫做真正 这个才是符合一个 正常的结构 所以你看其实也是啊 没有错啊 我先以电动车来讲 各位记不记得 这个 今天同志 收盘涨5%多 算是相当的强 而且重点是 不单今天同志 这个收盘涨了5%多 在电子股里面 已经表现很强势了 重点是你看 这一次啊 他从3月底 3月30号 这个股价呢 在我的大标股系统 终于出现了 这波新的买进讯号 之后 各位记得当时在这个地方 我带着 微观点带着会 我们就开始跳进去买嘛 买了以后 在这个地方 我都开始跟你做预告 说注意啊 注意啊 同志啊 同志啊 破断要正式开始了 你看 就从那边开始 涨了以后 当然短线涨多了 再加上大盘不好 所以他短线呢 也给你回了一下 但是回回回到 这个大副线这个地方 也没跌破嘛 所以之后呢 又开始从这个160几块 又开始发动上来 而且重点是你看 过去这几天以来哦 当大盘 各位当大盘在礼拜一那一天呢 还在创这一波新低的时候 礼拜一 可是呢 同志的股价 基本上 基本上都已经呢 没有再怎么 没有再出现下 就是基本上 已经没有再怎么重挫了 那之后呢 尤其到了昨天 这个到了昨天 当大盘呢 开始反弹第一天的时候 那同志这种股票也没有 也开始基本上 开始出 出现震荡 到了今天 终于以收盘来算的话 等下 这三天以来 等于同志呢 又创了短线的这个新高了 所以之后 其实同志的形态 其实同志的形态 比起大盘来讲 算是强很多了 对不对 因为你看 我们以四月份整个来讲的话 到礼拜一 大盘是创四月份的新低 可是呢 同志啊 它的股价完全没有 没有再跌下去 所以来讲的话 这已经告诉你说 当 你知道通常 什么叫做强势股 通常在大盘 不好的时候 通常大盘在下跌 或是大盘在整理的阶段 但是说 如果说某一支股票 它的这个整个的 这个K线形态 就是比大盘更强 也就是说大盘跌 这支股票 第一个不跌 或是跌呢 跌不多的话 那代表这支股票 对 代表说这个地方 铁店在台面下 一定有特定的人 不断的在买这支股票 在撑这支股票 否则不然如果说 如果这种股票 是没有主力大户 去照顾的话 那它要是随时大盘 涨涨跌跌 那早就跌下去了 尤其同志 从三月底以后 它的股价 不是说是往下跌 它的股价是一路在震荡 在走高 同志的股价 目前它的K线 是完全是一个 多头排列的股票 对不对 所以各位回头你看看 当时有没有 当时142出现买讯之后 我带着会员条件去买 同时在这个地方 我就开始给你做预告了 那你看各位 其实这已经是 两个礼拜以前的事情了 那到今天放眼一看 各位如果说当时 在这个四月初也好 或是在上两个礼拜也好 如果你已经是我的会员 哇各位同志 你随便买买在160 170 各位那真的对不对 这个来讲的话 真的来讲 起码到今天为止的话 其实你手上的股票 都已经在获利状态 好吧 所以各位同志来讲 我想这个K线 大概你都看得懂了 果然来讲到了今天 有没有 大盘 这个昨天 前年还在创新低 可是同志的股价 根本就是一个多头走势 那所以同志就是很标准的 对不对 就是这个所谓的电动车概念股 这里面很多关于 什么先进辅助系统的部分 什么倒车雷达 反正 那个汗不浪当一堆了 所以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尤其同志的股价 这个前一波不是从 这个100多块涨到300多块钱吗 后来从300多就一路跌跌跌跌跌跌跌 经过好长一段时间内修正 而且跌了好几波 那重点是终于到了 这个3月30号那一天 这大标误系统呢 终于出现了 这个这一波的买进讯号 所以果然股价呢 也从140多这个地方开始 开始慢慢一路震荡走高 到这个 所以这个来讲 这种股票就是我所谓的 就是目前在电动车来讲的话 如果说一旦 大盘在这个地方 真的能够直稳往上走的话 对那我说过那我们以电子的产业来看的话 反正大家都知道嘛 那未来就是电动车这一块 反正它的长期的这个前景是最好的 那所以正常讲 所以电动车里面这些 某一些股票 它就应该 它的股价应该是率先就领先大盘 开始表现的强势 那这一波以同质来讲的话 它已经是很标准的 在这个电动车里面 它的股价是远远强于大盘 所以这股票 如果说你手上有同质呢 我恭喜你 因为基本上以今天的售盘来算的话 你大概不论在这个地方 你再怎么买到今天都已经算赚不少钱了 那但是反过来讲 如果你没有同质的话呢 那各位那我建议你 赶快过来跟上微国庆吧 各位因为这个同质 我说不但这个基本面 电动车的基本面 我想大家不用再去花时间讨论 但是重点是我们回归目前到所谓的技术面 或者所谓在结构上 各位其实我之前一直跟你讲 我一直讲说你注意 因为同质它前一波的高点 同一波的高点 股价其实你看 这个在这个礼拜以来 从上个礼拜四礼拜五到这个礼拜 这五天的时间 其实同质的股价 基本上是已经越过了 有没有 这个地方的高点所谓的颈线的位置 而且你看 它这个上个礼拜四 越过这个颈线之后 那其实这五天的时间 除了因为大盘不好呢 股价稍微被拖累之外 其实你上个礼拜四 礼拜五或是以今天来讲 这个它目前的股价收盘的位置 都已经站在这个颈线之上了 对不对 各位你看得懂吧 先过来 其实股价都稳稳的站在这个颈线之上 那所以代表这个地方 等于说它的一个新的一个大敌 在这个地方已经都完成了 那既然股价能够上去 突破了这个颈线的位置 而且因为大盘刚好不好 所以它已经在这个颈线之上 震荡了五天的时间了 所以这个地方 一旦只要大盘能够止稳的话 我相信同志这种股票的话 未来也是一马当先 会往上再去冲一段 所以来讲这种股价 这种股票呢 应该是目前 这个大家应该稍微去注意它的 这个来讲 它的形态是非常的强 这是第一种 那除了这个 除了这个同志之外呢 那另外 那车用电池也是一样的 反正目前在这个电池城银来讲 这个不论是电动车也好 或者车用电子 为什么车用电子这一块 也是未来长期看好呢 其实一样的道理嘛 这个我们就说 我们讲说就是拿这个 譬如说像这个很多这个 所谓这个 那个CMOS 所谓这个 这个那个 那个MOSFET的这一块来讲 因为电动车里面 很多这个所谓的这个 二极体的 这个这个 这个零件的这个需求呢 以前在那个传统 那个汽车里面的话 大概一辆池只用到 用到差不多八颗的MOSFET 但是呢在这个 未来在电动车 或者来讲 一台电动车呢 要用到120多颗的 这个相关的这种 二极体的这种电晶体了 那所以你看光是一辆车 它的光是一辆车本身 电动车比传产的 比传统的车子呢 它的这个 这个使用的这个MOSFET这一块 多出将近快十几倍 那不但一辆车 就要多出十几倍 那重点是 那电动车未来长期的发展 对不对 而且各位你看其实你说最近 这个虽然说有这个 有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 有这个油价高涨的问题 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问题 所以这个今年以来 反而电动车是卖得更好 我想最近这个 很多这个电动车的制造商 在公布他们的这个营收 营收的情况 其实已经大家看得出来 不管是这个 中国大陆的也好 或是这个像这个Tesla 或是像这个欧美的 这个电动车也好 他们今年一到三月份呢 整体的这个电动车的产出量 已经比去年又多出将近100%以上 就多出一倍以上 那你看在今年在全球这么混乱的情况之下 电动车仍然能够以一个非常大的步伐 它的成长这样强劲的上去 所以你就知道未来对 这个东西反正不管不要说今年 未来的三年五年十年 反正这个全球 尤其因为很多的很多的这个国家 已经有规定嘛 比如说2030年 2035年要全部 就是说只能够这个销售电动车嘛 所以这个东西又是一样 就是因为有政策的这种 刚性的这个需求在推动它 所以这个产业呢 绝对未来就大好 那你想想看 所以对不对 你说这个电动车 你说像这个所谓二集体的 这个里面这些零组件 那这个不单一辆车本身 电动车就比传统汽车 它的这个使用量多出十几倍 那再加上未来这个电动车 这个爆发性的这种成长 所以你看 所以就是说像这个车用电子这一块 本来也是维会性 我一直跟大家讲 其实电子股里面 相关的车用电子股票 也是维会性我们会呢 本来就一直在长期操作的标的嘛 那其中有一只股票 叫这个台办会想 这个股票你一定不陌生 对不对 我一直在讲 我说今天维会性呢 我给会员所选的股票 绝对不是那种 名不见经传的小妖股 我跟各位讲 这个做股票这件事情 你要有一个很正确的观念 因为平常这个在 这个就是因为这个股票这种东西 通常有 我想很多人 每天你会看到很多的投股节目 对不对 我相信你会看到很多的 所谓的分析师投股老师 给你讲一些 就是一些你看 比如说今天某只股票涨停板 那很多人就喜欢就喜欢讲那些涨停板的股票 可是问题是那些股票 你一看 可能第一个 可能这家公司的名字 你听都没听说过 对吧 或者就算说 你看了一下以后 这家公司 他的产业也好 他的这个东西 看起来很多都是奇奇怪怪 都是名不见经传的 我的意思是说 就算这个盘面上 这种股票有拉涨停板 但是我请问你 你真的敢去买吗 你买了以后 你真的抱得住吗 尤其你是个稳健保守的投资人 你的资金稍微大一点 你真的敢把你的资金 大量的去压那些 你没听过的股票吗 或者那种股本很小 那二三线那种奇奇怪的股票 你敢去压这种股票吗 我相信你不敢 我相信你不敢 其实对于真正大多数 这个比较这个所谓 就是我们讲说 真的就是所谓正统 或者真的是 这个规规矩矩做投资的人来讲的话 你会撬的股票 绝对第一个 是你听过的公司 第二个 这些公司 绝对他的基本面 他的这个条件 绝对在那个产业里面 应该都是属于一线的股票 那这些公司 第一个 他的这个透明度高 他的这个市占率大 他的技术 他的技术门槛比较高 所以呢 这些股票 对不对 当然这个 当然股票一定涨涨跌跌 但是重点是 当大盘好的时候 当这些产业 这个 这个 旺季来临的时候 那他的股价 绝对会涨一波 带给你丰厚的获利 而且重点是 就是因为这些一线的股票 因为你听过 你大概也知道 他做什么东西 他的财报大概你多多少少 你也看过 你也不陌生 所以这种股票 你才真的你敢去买 对不对 你买了以后你敢报 那然后呢 这个当他的股价往上涨一段的话 其实你也是获利非常的好 所以我的意思是 其实你也说 所以我一管买的股票 绝对都是你听说过的 而且通常都 而且一定都是 那个产业里面 所谓这种所谓的 这一线级的股票 那像台版也是啊 对不对 你说在这个 在MOSFI这块里面 二级体里面来讲的话 那台版像这个 来讲的话 什么COMPO 这些基本上 它都是属于在这个产业里面 它是属于一线的股票 那台版也是 台版这一次 也是前面经过这个股价 从这个八九十块钱 前一波下跌以后呢 在3月17号 在我的搭标股系统 重新出现了这个 波段的买进讯号吗 那我待在会员就跳进去买了 可我们在七十块钱附近 就跳进去开始买呀 七十几块那个就跳进去买 其实老早在 当时在3月份我就跟你 当时如果说你有看一家公里 我都讲过 说注意哦 台版股价经过好几个月修正之后 出现了新的买进讯号 其实我老早就 当时在这个 七十几八十个份 我都已经预发过好几次了 后来他果然 在3月份呢 他大涨一波冲到九十几块那个地方 盘中高点 今天冲到九十几块 总得非常的高 那但是 但是问题就是 因为短线涨多了 再加上大盘4月份 大盘在回档 所以他的股价呢 也随着大盘的4月份呢 做过一次修正 可是重点是你看到 4月份这一波修正以来呢 不论他怎么修正 尤其到最近这两个礼拜 各位看到没有 股价回到 又是回到我的大副线 这条大的支撑线呢 基本上都没有再跌破 没有出现卖出讯号 所以你看果然 经过经过 这个礼拜一 大盘还在跌 可是他礼拜一股价 已经开始率先 率先收一根红棒 你看那到了今天 到了今天 台半已经率先 一马当先了 已经呢 突破了短箱的整理区了 今天台半收盘 也涨了5%多 那你这个 这个K线形态 已经很明显告诉你说 他今天股价 收盘的位置 已经突破了 这两个多礼拜以来 这个小的整理区 一个小W底也已经出来了嘛 那这个来讲的话 突破了整理区 那当然台半就有机会 重新去挑战 重新涨一波 去挑战前高嘛 那台半的好 我想这个东西 我想台半的 这种股票 你一定不陌生 但是问题 我觉得就说 今天维国庆 我给会员所挑的股票 我一定是挑那些 在电子股 各个小产业里面 真的那些 这个属于比较 就是第一线级的股票 它的这个 它的基本面 它的技术 它的市占率 它的未来性 基本上都是 这个比较具有竞争性的 那买这些股票 但是我特别强调 任何再强的股票 它一定不是每天涨 它一定都是涨一波 修正修正 重新看 修正完了以后 重新起涨一波 所以对于这些股票来讲 只要你这个 你只要你能够把握住 它的波段 起涨跟起跌的位置 也就是说 你能够跟上维国庆 我用我的那个大标股系统 去透过这个大数据 透过这个 这个很精确的 这种AI的计算 来算出每一只股票 它的波段 起涨起跌的位置 对不对 这样子的话 其实做股票 就变得轻轻松松 什么地方该卖 赶快卖一卖 你不卖 这好的股票也是跌给你看 那反过来讲 一旦它整理完之后 出现新的买进讯号 我带着会员 会员带着你挑进去买 之后的一样 其实当时台办在前一波高点 我们已经跑了一趟 当时已经跑了一趟 那后来回来 你知道吗 其实在这个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在78块这个地方 78块定点 带着会员进去 又开始进去买台办 哇各位 今天台办收盘已经收在 将近快 已经快接近85块了 你看 随便一张股票 从78块到今天 你算算看 一张 已经有五六千块以上了吧 所以各位 这东西就是说 那你为什么 我在78块 会带着会员 把这个台办买回来 就是因为这个大幅线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一看 拉这个地方来的话 那基本上这地方不买 那更待何时呢 好吧 所以但重点是 今天台办的股价 果然一如预期的 股价已经开始率先 突破整理区 那各位 那这种股票 等于都是目前电子股里面的 算是股价相对强势的股票 那如果说 如果你手上 你还有台办的话 那我恭喜你 那我希望你不是被 不是被掏下来 是你也是能够在前几天 在这个78 或是80块附近 你有进去买的话 那我就恭喜你了 好 那如果是你空手的话呢 那各位 那我就提醒你了 那这种股票 基本上 看到没有 股价打开 很明显的打到大幅线 没跌破 股价今天已经突破了 短线的整理区了 那如果说你是空手的话 那我更欢迎你 赶快打电话进来 这个更加微博信 那赶快把这种股票呢 整理完毕的话 那它下一波的空间 就变得很大 特别就是说 因为这东西啊 都是跟这个车用电子里面 息息相关的股票 好吧 所以各位这来讲的话呢 那我希望你赶快跟上来 那当然了 这个 而且这个你知道 其实各位 最近为什么这个地方 未来这个 从4月下旬以后呢 到5月份以后 为什么电子股啊 比较 可能就是有比较大的机会呢 股价重新表现一波 那是跟最近台币的扁 是有关系的 最近台币的重变 当然了 台币重变 整体来讲 这个台币贬值 这个热钱流出 好像对台股不利 当然这个站在 大盘的角度讲 也许是这个样子 可是反过来讲呢 当台币重变之后的话 反而对这个出口的 对台湾这些出口业者 是非常的有利 那电子业 尤其更是如此啊 所以这个台币 目前贬到29块多 这个地方 其实你算一算 那这样其实对这些 这些这个电子股来讲的话 但反而应该算是一个利多嘛 好吧 所以这段来讲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是不是 是不是刚好利用台币贬值 这一次的机会呢 反而电子股 经过这个中断整理之后 所以开始起一段 那这个地方的话 也是有它的条件存在 所以给你好好的注意到 当然那目前来讲 当然除了这个电子股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电动车跟车用电子 有些表现之外的话 各位不要忘记 那当然这个在这个 再生能源这一块的话呢 当然目前这个里面呢 像这个风力发电 因为短线涨多了 像这什么上围啊 这一些因为短线涨多了 所以呢 今天的股大开始 有点在做震荡整理 但是这个反而是这个 太阳能这一块 像这个圆金 尤其是太阳能里面 太阳能这个 太阳能晶圆的这块里面 那我已经跟我讲 那圆金是在目前 这个国内啊 这个太阳能这个晶圆 这一块里面 它的制造技术是最领先的嘛 那因为目前国内 这个太阳能这个晶片的制造 只有晶圆 已经跨足到12寸晶圆厂 然后因为其他都还在什么 8寸6寸那一块 那个技术很落后了啦 所以这个 所以你看我讲这边 我讲嘛 今天微博庆了 我给会员买的股票 绝对不是什么小妖股 不是什么那种 奇奇怪怪的 二三线的那种很low的股票 我一定都是帮会员挑 每个产业里面 那种龙头级的公司 那只要这个产业未来看好 那龙头级的公司 它一定一马率先当先 涨给你看 而且这种股票 你比较敢去买 你买了你也比较敢去爆 对不对 而且你买了以后 你也敢买比较多一点嘛 那一只股票能够强势的涨 你总不能 什么股票买个一张两张 然后手上二三十张股票 搞得哩哩啦啦的嘛 其实在股市里面 有个道理你一定懂嘛 就是一旦看好 某一个产业或是某一只个股 那基本上 你起码要压一定的比率以上的 这个股票 那一旦它股价大涨 你才能赚得多嘛 而不是善枪打鸟 乱买一通嘛 那我一站在那里就讲 今天你之所以敢去压一只股票 绝对是因为 你也相信这个股票 它的基本面够强 体质够好 你再赶进去买 你赶进去爆破断嘛 那金元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目前这个太阳能里面 我也去带着会员进去 主要我们也是在买元金嘛 元金的重点是当时其实这一波 不要说到了今天 它还在创新高了 这一波其实在三月初的时候 这个元金在我的大标股系统里面 其实39块 就是已经出现这波的 这个破断的出现买讯 当然这个股票它不是马上就涨 它也是基本上因为 重点是因为台股不好 所以也随时智囊 但重点是 从这个三月下旬以后呢 它股票确实表现得比较强 这来讲的话 也是可以注意 好吧 所以在这个地方 很多的股票 开始在继续创新高的也好 或者是已经 中端整理完 要准备从你开始起来了 那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要说你手上 没有什么强势股的话 我希望你今天赶快打电话进来 或者是在这个群组上 这个留你的资料 或是你有任何的股票的问题的话 也请你赶快 这个加入微博性的群组 你在群组的一对一里面 你可以私讯给我 那这个任何的问题 股票的问题 我也可以直接回答给你 所以把握这个好机会 这个加入微博性的群组 而且重点是赶快趁这个时候 打电话进来 因为这些股票 已经基本上 有机会要开始发动 所以趁着这个起掌的时候 先来跟上 不要涨了一大段 才后面去跟 好吧 欢迎大家赶快跟上微博性 做大家做顺利 谢谢各位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